一则视频消息,说皇子矫称早年劈腿小S后曾遇轻生,如今靠A片谢遇。 此大胆言论惹来网友热议,在回顾之前于文乐跟嫩嫩露骨简讯事件,还说于文乐喜爱跟女友一起看A片,又惹来一阵网络热潮。 其实,明星也是人,看A片本是一个严肃话题,成年人有些事能做,未免就能公开说,其中的真假内情究竟如何,又有谁知道呢? 黄子矫,单身两年靠看日本A片排遣欲望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黄子矫,矫矫,16岁出道至今25年,谈过九段恋爱,13年前跟小S,曾宝宜爆出三角恋情,让他成为千夫所指。 41岁的他已单身两年多,大访招供会看日本A片排遣欲望,每月平均看三到四次,他侃侃而谈说,我喜欢看素人眼,不喜欢AV女优,这样才有独特性,而且最好是情境访谈,一问一答,这样我可以想象自己是主持人,哈,可能有职业病吧? 为何不跟真人?他说,真人很累呀,光前戏,洗澡就要花半小时,A片只要五分钟就解决,何况我是男人又不是动物,总不能随便在马路上找人吧。 于文乐,被爆发情欲简讯还看黄片。 三级女星王璐瑶被爆出与于文乐互传露骨情欲简讯,王璐瑶承认拍戏时与于文乐认识并曾经交换电话,并简讯来往维持了一年多。 由于于文乐在简讯中表示自己看黄片和打手枪,自读,问到彼此有莫有更过火的内容。 王璐瑶马上表示不想说得太详细,因为始终是私人事,又表示莫有跟对方拍过任何情欲照片。 偏锋认为,看上去于文乐是被他利用了,此次曝光暧昧性是更像是他在炒作。 罗志祥和汪东成,承认看过爱情动作片。 罗志祥和汪东成都是台湾荡红歌星,他们两人也自曝偷偷看黄片, 不过,汪东成还是被罗志祥诱惑说出内情的,看看媒体报道,他们在节目中公开承认看过。 据香港媒体报道,台新汪东成,大东,一直忙于事业,有次他到罗志祥,小猪,主持的节目受访时,被问上次何时看爱情动作片,A片。 小猪未让对方放心回答,因此先说自己录节目前一天才看过,汪东成听后立刻大访透露,两周前了。 曾志伟,邀请美女一起看三集片。 曾志伟曾经有一段时间很郁闷,前妻宝妈爱上了前儿子,让她颜面扫地。 09年,电影《九将风之香港片》,烈日荡空讲述年轻人的世界充斥住毒品、圆焦和暴力等事件,因此被列作三集片。 该片监制曾志伟连同导演麦希因接受访问,表示会请关楚药和卫师一起欣赏该片。 不得不说,曾志伟真够豪放的。 刘德华,看A片看得太多莫兴趣了。 刘德华喜得爱女刘相慧,从来工作至上的刘德华,自初为人父后,变成家庭第一,专心做好称职的丈夫,学习去尽父亲的责任。 当年,华子去康熙来了时,遭遇小S麻辣逼问,华子说平时爱看台湾节目,小S级推荐他看A片,华子尴尬回应自己已不年轻了,当年看这些已看得太多,现地年纪大了莫兴趣再看了。 唐继礼,被燕星爆料看三集片已炒作。 唐继礼,香港著名导演,正因他名气不小,遭遇到燕星蓝燕大爆秘密姓氏癖号,说他爱看三集片。 当时一度吸引若干媒体和网友眼球,唐继礼也发表声明谴责他,否认有过一段情。 事后,蓝燕向唐继礼道歉,承认有不实说法。 偏锋认为,蓝燕靠三集片博名气也就算了,长得波涛凶猛那是你的本钱,也不至于如此拉人下水呀。 西尔独,邀朋友躲房间同看A片。 西尔独,波涛凶猛身材火辣,不是明星却比明星还红,明媛交际花的名声不怎么好,有爱看A片的特殊癖号。 据西尔顿好朋友透露,他单身期间除了喝酒打牌开Party之外,还组织朋友们在他的房间里看A片,但西尔顿说,我们不过是在看成人电影,不需靠看那样的电影来解决什么,还不如去找真正的性。 下一部影片预告 女人偷情,会用语言说谎,但身体不会。 偷情后,会在身体上留下六个痕迹,如果你知道这六个痕迹是什么,就能一眼看出女人是否有偷情。 感谢你的观看。 记得分享及订阅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